第二部分,对癫痫的误解 误区一,所有癫痫发作时患者都会抽搐 癫痫会在个体间产生不同的影响和症状 最常见的癫痫发作类型是抽搐 身体会僵硬,伴随无法控制的痙攣 但癫痫发作类型同时也包括快速眨眼 茫然凝视或其他异常行为的例子 例如反复扎嘴或拧手 误区二,将物件放入口中阻止癫痫发作 这是一个危险的误解 切勿将任何东西放进正在癫痫发作的患者的嘴里 这有机会导致他们窒息或对他们的牙齿造成损伤 误区三,癫痫发作会很痛苦 癫痫发作时患者会暂时失去知觉 而且不会感到任何疼痛 然而,他们可能会在癫痫发作期间 与环境的物件发生碰撞 咬伤舌头或撞到脸颊而感到疼痛 误区四,癫痫具有传染性 癫痫不会透过与患者接触或目睹患者发作过程而传播 误区五,癫痫患者都患有精神病或智力问题 癫痫患者的智力水平与非癫痫患者相弱 但无可否认的是,患者的学习能力或会受癫痫发作的频率和受控程度影响 误区六,癫痫患者不能工作 就像没有患上癫痫症的人一样 癫痫症患者依然可以活跃于不同行业中并取得成功 然而,癫痫症患者并不能从事高风险职业或需要驾驶的工作 例如,处理化学品、高处工作和操作重型机械 误区七,癫痫患者不能运动 体育锻炼对每个人的健康都很重要 几乎所有癫痫患者都可以进行某些形式的锻炼 但是,癫痫患者应避免进行高风险活动 例如攀岩、水沸潜水、高空跳伞和悬挂式滑翔等 以防在运动期间发作,危及生命 误区八,女性癫痫患者不能生育 女性癫痫患者是可以怀孕的 只是在怀孕前和怀孕期间都需要神经科医生和产科医生的密切指导和定期检查 期间也可能需要更换癫痫药物处方 以避免对婴儿造成伤害 现在您已了解更多有关癫痫的资讯 欢迎分享给更多人知道 合力揭开癫痫症的神秘面纱 减少社会对癫痫患者的歧视